昨天晚上立法院周边的青鸟行动 十万人上街头 其实国际媒体也非常的关注 这是CNN下的这个标题 他说这一场游行集会是反中跟亲中的拉锯战 其实CNN果然很了解台湾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如此这么急 一定要通过 备用是有人下指导旗嘛 那也就是因为如此 就看得出来是亲中或者是反中的战争 对不只CNN太杂志 时代杂志也是这么讲 就是亲中的立委引发所有的抗议的行动 为了推动这个所谓的国会扩权的相关法案 这个也是在时代杂志有报道 那为什么特别讲亲中呢 因为事实上 第一个为什么这么急 为什么在520前后 一定要通过这相关法案 不要忘记了520他们同时在军演 在同时军演的时候 所以他们一定要制造一个在国会里面 扩权之后来削弱赖清德政府的相关的一个法案 而这个法案最终的目标 除了对于所谓人民的权益的影响之外 最重要是对于行政院的质询的过程里面 我可以对赖清德急问急答 我可以对所有的政府官员 所有的公务人员进行所谓的处罚 让所有的政府部门必须畏惧立法院 这个是这个所谓国会扩权法案最核心的精神 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要节制 挟持所谓的行政院 当时二读的时候第一条就是急问急答 通过二读就是急问急答 二读第一条通过就是急问急答 当然这一定是违宪 所以违宪在所谓的强势的通过之后 很多民众都在问 现场民众说 拜日他们过命如何 我跟大家讲 现在所有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 因为人数没有国民党蓝白多 所以他们使用的都叫做拖延的战术 能拖过一次会就拖过一次会 下礼拜二是决战 只剩下15条要念而已 三读再念一次 这个法案就过了 而也只剩礼拜二 因为整个行政院的 立法院的安排里面 在下礼拜五的院会 是进行所谓的施政报告 所以礼拜二就是关键关键的决战点 拖过了我们就可以等一下 说下一次休息一下 下次再战 但是如果拖不过怎么办 如果在立法院完成三读 我们有四种方法 这个公民团体提出了四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叫复议 复议这个东西也是拖时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蓝白立委 还是高过于立委的人数 所以复议是行政院要 曾请总统同意 再投票一次 这也是拖时间 等于说总统可以退回 退回 要求你立法院在 他不叫做总统退回 是行政院因为这个法案 至爱难行 因为我所有的法 我行政院的所有的官员 有可能都会所谓的藐视国会 所以我行政院认为至爱难行 我曾请总统同意后 我进行所谓复议 复议就是在立法院 还要再表决一次 但是什么时候 就变成是往后拖 因为你如果要接下来 要进行所谓的实证报告的话 实证报告完又可能是 立法院的这个会期就过了 可能就变成是下个会期 继续还要再站一次 这个叫复议 第二个叫做宪法法庭释宪 宪法法庭释宪的 这个所谓的主张 会变成是说 总统必须先签署 所谓的这个法律的同意书 同意 总统要签名嘛 法律过了 立法院过了之后 赖清德总统必须签署 同意之后进行释宪 但是释宪都很久了 通常两年三年以后 这个法条已经通过了 实施的时候 你在进行释宪 很多的权益 就可能因为这样被执行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视线 是缓不济及 另外所以很多人来谈 所谓的公投嘛 公投可不可以进行 所谓的我们联署之后 进行对于这个法案 反藐视 藐视国会这个法案的 相关的一个所谓的复决 就是人民来复决 这是公投的提案 另外更有很多人提出 所谓的罢免 所谓的蓝营的立委 蓝白的立委 因为民众党的立委 都是不分区 没办法罢免 所以变成是罢免 所谓的国民党的立委 但是罢免现在也缓不济及 因为要半年以后 现在还有一年 因为要在立委 所谓的就任后的一年后 才可以提出罢免案 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 你才可以提出罢免案 这个法案 一样已经开始实施的话 会变成很麻烦 而且我要跟国民党讲的是说 现在整个国民党 变成是帮黄国昌造势 结果如果真的民众团体或公民团体要进行罢免 罢免是谁 罢免是叶元芝 罢免是牛许廷 而不是民众党的任何立委 所以国民党这一次非常傻的 是被黄国昌拖着走之后 所有的荣光 所有的光环都被黄国昌所占据 但是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骂名 所有甚至罢免的危险 都必须国民党的立委扛 所以剩下礼拜二 现在还有两天 国民党好好思考清楚 真的还要通过黄国昌 为了一己资历 为了自己的新北市长的布局 去所谓的通过强行 通过这个法案吗 一山雄你方便讲吗 你听说有小道消息 说国民党可能会针对某些文字 做修正 真的他们会改吗 那个是庄瑞雄 刚刚在脸书里面 他有提到所谓的七十九条 因为民众这次的十万人抗议 真的有吓到国民党 所以现在有传出国民党 针对所谓的罚款的部分 刑罚就是对于一般民众 一般社会人士的 所谓的刑罚还的那个部分 就是十万到二十万这个部分 有可能会撤掉 但是还是要等到礼拜二 他们正式提出这个临时提案 到底是什么罚案内容 这也就是最荒面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还不知道 礼拜二到底要表决 是哪一个版本的哪一个罚案 朱卑远看来国民党有吓到 昨天十万多人 而且其实刚刚从CNN的说法当中 本来就很明白 背后中国在后面干扰 是啊 这个国民党从二月一号 新的国会就任之后 他们其实太多的作为 都跟中国在互相呼应 所以又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有一个流亡到美国的中国作家 袁宏斌最近不在讲吗 讲说其实在新的国会选完之后 中国就有一个所谓的立法院的 至高战略统战战略 就是要借立法院的这个友好 中国的这些这些人士啊 这些立法委员来让台湾乱 从立法院让从立法院乱 然后来干扰新的政府 赖清德的政府 让整个台湾都乱吗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民进党中央党部 中国部所准备的 包含你看金门快庭案 那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国民党站在跟谁的立场 站在跟中共一样的立场 这个在选举左右那个时间 是啊是啊 发生的时候嘛 那时候是选完了 选完了 选完了 中国快庭那个时间点 中国国民党所有的发言 全部都跟中国共产党同一个口径 然后附和中国的论述啊 说要修法放宽反渗透法 对不对 因为之前选举的时候 我们让很多的里长没有办法去 他说反渗透法要做修正 然后接下来傅昆祺就让17名的立委 带了17名的立委去中国宣扬附和两岸家亲 之后 回来之后就说要渐请开放平台往返台湾的客运和纸航 这全部都是啊 然后回来 傅昆祺回来之后提案要把中国跟我国改成大陆跟台湾 这事情大家也觉得很离谱嘛 然后这个沈柏阳委员提了反中要申报这件事情 也被国民党封杀嘛 然后蓝白推出藐视国会 无视这个欧洲商会的事情 这些全部其实都是在呼应的 刚刚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袁洪斌这个流亡的作家所讲的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不晓得 但是搭配中国国民党就这么巧 就很巧嘛 什么袁洪斌讲的国民党刚好都在做 而且勾跟傅昆祺做 而且傅昆祺还找了国 这个民众党黄国昌一起来 而黄国昌为什么要一起来 很简单嘛 黄国昌这个人就是刚才说的嘛 你如果不好看他为什么要做的 他因为现在要跟共国民党同一个口径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知道在民众党 他最多就是两年的立委 都是两年的立委 他如果他要再有他的政治未来 他必须要让国民党的支持者能够支持他 所以他在这一次提案里面 完全跟中国跟国民党一个口径嘛 国民党提出很多的这些提案的时候 你也没有看到过去黄国昌 他秉持过去的那个态度 出来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嘛 要不不发言 要不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他自己2026的未来嘛 那如同大家所说的 你看这昨天所公布的美丽岛民调这件事情 其实对民众党来讲 其实真的要心头一惊 原本大家都觉得小草年轻人 比较挺他 但我们现在站在街头上面 看到了这些所有的年轻人 其实我相信他们很多人 在今年一月十三号 没有投给民进党 但他们全部都站出来 站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连最简单的程序正义 民众党都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为什么我要继续支持你民众党嘛 所以你看民众党的反感度高达了53.7% 这什么意思 换句国民党跟民众党讲的 他们不是就来讲说 你看民进党 赖兴德你只得到四成的选票 代表六成的人讨厌你 那如果这个讲法是对的 美丽岛的民调告诉民众党跟国民党 有五成的民众反对你们 而且有五成以上的民众 认为你们在这一次的扩权法案里面 让大家很不开心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国民党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紧张啊 接下来二零二六年的选举 到底有多少的议员 会从这件事情上面得到损害 再来黄国昌 你真的觉得二零二六年 你这样黑白抹下去了 就算是国民党提名你 你真的觉得你可以选上新北市市长吗 我觉得我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这个最新的民调 待会近年也要说了 不过昨天在播新闻的过程当中 有大概十一点二十七分进去 我发现他十一点二十八分 韩国院就宣布解散 那当时大家就注意说 黄国昌在哪儿 发现到说原来警察陪同黄国昌 他才敢离开 这时候刚刚川哥所说的 在昨天一整天的会议过程当中 黄国昌也没下去 跟人家拉都没下去 在旁边直播善笑 其实这是他一贯的测量 计量 现在时间已经快到九点了 川哥我们part two要开始 冲施表 你接下来怎么表演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黄国昌的生平 恩公国昌 过去人说你是大法官的法官 也有人说你是小党的官邓人 文体大信徒 咆哮界的传奇 今天你的孫子孫子 怕孫子都来参加今天这个电影 也有人说你是公理的马其诺王县世界的伟人 立院的不败战神花蓮王的吉娃娃 你也要不要青春 也要做过阿伯 想的法务部长 也有人说你是国会的扬声器 行走的大喇叭 今天你带到这个道德的长城 政治的完人主义的踢踏 民主的黄波提 正义的北极星 今天包括释迦摩尼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追思会的 欧别说 欧别说 长嘴 告别式 是啊 没有 我是在介绍他的生品 简称告别式 告别生产医师 谢谢你救我 到目前为止的生品 没有 这是他的生品 他的前半生 因为他经历51岁 这是他的前半生 后半生他会再弄什么事情不知道 但是这个可以先给他作为 以后他的怕孫怕骚 孫子骚骚的时候 到时候要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可以参考 谢谢船哥 及时发挥 接下来就一直没有讲话的靖言 刚刚靖言说 他特别想讲这个民调 民调看得出来 现在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要很紧张 我觉得是这样 这件事情应该先从大局来看 我们再谈这个细节 大局来看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议题 可以这个炒超过一个礼拜 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前阵子我们在讨论这个 薛小新家里面的事情 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当这个政策 如果说我们可以有一百万个理由 讲说他被骗不了解 或者是被误导 或者是说就是刻意来反对等等 你要讲这些都可以 但问题是确实就是有那么多人出来 而且不是只有在这个立法院 周边全台都有 那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去说明 你如果不花多一点时间说明 可能就会被认为是这个多数暴力 包含过去民进党执政八年 国会多数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这样子批评他们 当年2014年刚开始的时候 国民党内部也就觉得说 啊这些人不了解不懂 都是被民进党误导等等这些 可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太阳化学运嘛 风起云涌 甚至是直接间接导致了 2014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这个败选 所以我觉得任何政策都是这样 就是说我觉得多花一点时间 不会有任何 就是花多一点时间说明 不会有任何损失 今天不管是执政党或再也这样 可是国民党不说明啊 目前 我觉得开始就是怎么讲 有一些说明 可是我觉得说明 有一些说明吗 有说明过吗 刚刚来宾不是都说 连国民党委员自己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反反扩权法案 不是吗 因为里面真的就是很多 这些条文 不是完完全全都依照 国民党的这个意见通过 大概有这个十八条左右是 不是依照国民党的意见通过 对不是 不是是谁 包含说有十八条是依照这个 民进党的提案修正动议通过 然后有这个四条是三个党团的 这个共同修正动议通过 所以说你说完完全全是国民党出来解释 因为里面有些法条是 比如说像什么针对审计部 本来这个国民党的提案 我记得好像是可能 好像是二十天 然后后来民进党提案 好像是这个十天左右 那后来觉得说这个比较严格 那就照这个民进党的这样子的版本 明媳姐你有发现 国民党的缩帖就是 反正很多都是你自己说的 很多都是你 国民党说反正很多都是你民进党 自己的缩帖 你还说我什么黑箱 对这次国民党 你需要静言让 应该是说这个本来这个法律的提案 各个党团都会去提不同的 这个怎么提案的内容 那到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就会看说要依照哪一条去通过 就像原提案 然后跟委员会 静言你看到这几些讨论 有看到民进党的版本吗 我包含说像现在通过的这个十八条 刚刚讲二二三二六二八三一等等 民进党这几条有几条要表决了 这几条你有看到民进党 哪几条是民进党的版本 因为很多是这个再修正动议 所以也是通过之后我才看得到 因为民进党的版本 从头到尾都没有进到里面去 都没有进到里面去 因为我们只能用再修正动议 才能够把法案提出来 只能用再修正动议 因为之前提出来的被 停止在这个程序委员会之外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并案去做审查 所以所有的委员只能对法条有意见 只能提修正动议 或再修正动议的时候 才能够被一起并案在这个二读会 那所以我觉得川哥刚刚问的 那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子 包含我们刚刚讲说 要去调阅这个所谓的 连一般民众都要调阅 而且五天就要提供出来这件事情 不然我就要连续一万十万的 每天处罚 或者是这个暗刺处罚 这件事情是侵害人权的 这件事情是民进党版本吗 完全不是啊 你知道吗 就是说在整个法案里面 有各个党派的版本没有问题 但是有侵害人权的这个版本 现在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提出来的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就是说 你看当年这个林佳龙还好 我觉得静言今天有进步了 他没有再提蔡同荣了 他应该先把蔡同荣都拿出来 你进步加油 对对对对 那现在已经没有蔡同荣 所以他们现在就讲说 把林佳龙拉出来 柯建民拉出来 这是第一种做法 可是你要想看 林佳龙现在都已经是外交部长 他当立委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多少年前 至少是十年前以前的事情 十年前以前 好那你可以说 好那你说时空环境不同都不一样 那我必须要讲 不管是林佳龙游美女 他们这些人的这个法案 都在二 就是说都在私委会 都没有出来过 通通都没有出过 这个这个 没有没有出过私委会 就代表说 事实上里面还有很多 带讨论的一些问题 是 对 比如说像我们的矿业法 讨论七八年 大家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虽然大家很急 希望可以过 可是问题是就是有一些争议 就没办法 你不能用这种甩锅的方式 甩给什么之前的人 意思是这样 这是第一种 这个蓝银的一个说法 那第二种就是说 你看你看这次很多的版本 民进党版本也都在里面 问题是说 第一个 就是说 你要搭 就刚刚川哥有讲 就是国民党跟这个政院版的 都没有在里面 那为什么里面会有民进党的版本 那就是说国民党跟民众 他们就是法条小偷 他们就是就是把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把民进党的版本 直接拉来 就直接拉来 就直接拉进来 可是问题是说 你不管是民进党或是行政院版 人家都有一连串的逻辑 比如说你第一条第二条 第几项 人家是会有一连串的逻辑 你还会设计这个法案 可是你现在东拉一条 西拉一条 你原文照抄 把民进党的版本拿过来 那你有沒有想过 这个版本里面 你互相会有干戈 互相会有矛盾 这个就是为什么 刚刚易善所说 就叫法条小偷 你他们现在做法就是说你看这也是民进党的版本 这也是民进党版本 但是不是 你这样子会整个法条的主体性都没有 变成说你一个版本是拼凑性的 你一下偷这个 一下偷那个 那所以人家当时民进党设计的版本的精神 不是这样 难怪王世贤会说你国民党就一知半解 王国商一知半解 你就如获至宝奉为归念 答对了 拿来之后黑白目 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你看这个条文也是民进党的 然后那个也是我们都一字不动搬过来 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子变成一个大拼盘 那当时比如说民进党版本里面就不会有反咨询 就不会有这个藐视国会 就不会有这些 就是国民党硬加下去的 对 可是你现在前面这一条 你有反咨询跟藐视国会 你后面在这条再搬民进党的进来 你就说这个也是民进党的 那人家就不是这样 你这个主体性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做法 所以我会希望说国民党朋友 不要故意再用这种做法来扰乱 比如说他们就会拿那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就是游盈龙老师就会讲说 那个做的民调怎样怎样 就是你看民进党输了改革 然后输了怎么表决又输了改革 可是你要想想看 游盈龙老师民调的那个设计的题目 这个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 他就会讲说 谁会去反对什么公务人员说谎 就或是公务人员故意作为 这不会有嘛 但你的题目设计就是这样嘛 所以当然大家都会支持说公务人员不要说谎嘛 今天那个题目设计是怪怪是有诱导性的 所以国民党现在看到那个民调 或是说讲到民进党版本就好像如获自保 可是你真的去深究就不是这样 所以就有你滴沟倒菜都 金言我今天不用救你对不对 不用不用不用 所以我回到大局来讲 就是说你当然看这个美帝老电子报 这样的民调呈现出来的数字 就是说这个包含周年对赖清德的这个执政满意度 他才刚上任几天而已 可是是这个比较起来 比他那个时候的得票还要高了 可是对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好感度跟反感度 就等于是反感度是上升的好感度是下降 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里面我们可以去找一百万个理由 可是最核心的就是说在选后 选后其实对于这个三党来说 大家都急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选民动员的这样子的情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只是在做巩固各自支持者的事情 例如说像国民党里面 有人在讲说什么 这个这样子很爽啊 被霸凌了八年啊 我们终于可以通过这些法律还是什么 可是问题是 你流失的可能会是所谓的这些中间选民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法案通过了 那未来呢 所以上次在讲说这个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我的提议我是说 我们可以先走这个民生经济的 这些法案跟政策为优先 那这个政治性的应该是其次 或者是我们比较后面一点再来处理 因为你一开始你的政党形象 我们国民党好不容易在这个 这个选后 回到国会的这个多数党 那加上民众党有机会过半 那对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啊 我们如果是提对民生经济有帮助的法案的话 民众党要不要支持 民众党不支持的话 那就证明了 他们只是想要游走在这个钢索的两边 那民进党要不要支持 赖清德现在是这个总统 然后他要不要继续推对民生经济有帮助的法案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这个 你看我们下的这个标 最新的民调代表是小草跟中间选民跑了 你认为是吧 我小草小草我没差 反正小草你没差 但是中间选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因为这几天我讲这个国会改革这个法案 在这个上周五之前 大家本来没有那么的关注 是上周五之后 大家开始慢慢比较关注 那包含说像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 就是在这几天做了 所以可见这几天的议题 包含说可能这阵子 我们某一些这个立法委员 或者是党内的这些比较 著名的政治人物的这些表现 看起来是有让大家觉得说 表现不是那么的好吗 所以整个反感度才会上升 那现在你说通过之后 我们还会有很多火要继续去救 或者你说通过之后 我们再跟大家多做解释 可是这个刻板印象就已经贴上去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面临的危机 但问题是小草也跑了 中间选民也跑了 他其实讲的比较直白 小草干我什么事 他不敢正面回答说 原来连国民党的中间选民也跑很多 对第一个跑的 就是我要讲 黄国昌当初去加入民众党的时候 民众党20%选票 里面有5%是从时代力量带过去的 所以这一波所谓的新的 所谓的青鸟运动 新的太阳花学运 其实有这5%的成分 所以骂黄国昌 为什么那么多人其实就是这5%先跑掉了 也就是说民众党先跑掉5% 另外要跑的就是这个小草 年轻人 年轻人为什么跑掉呢 很多的年轻人昨天啊 他们在小草的一些网站里面还说 哎呦 那么半活动 好多好吃的哦 就全部去蹭饭 全部跑去蹭饭之后 一堆人绕了一圈之后 跟很多人聊天完之后 哎对哦 黄国昌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 全部留下来了 全部留下来写了什么 我们是回头草 报道处说国民党过桥 民众党过桥 用爱勇拥抱回头草 他们也后悔 他们投给民众党啊 这些小草们其实很后悔 但是我要跟这些小草讲说 没关系被骗一次就好 我们现场很多人都被 柯文哲骗过 被黄国昌骗过 我们互相拥抱 我们绝对会拥抱你们 在这一次运动里面 重新认识谁是黄国昌 而黄国昌的战略很清楚嘛 他根本不要太阳花学域 他根本知道这群人 已经不可能支持他了 他也根本不支持小草 小草也不会支持他的 他现在的战略跟策略 叫做拥抱深蓝嘛 拥抱深蓝之后 他取代柯文哲 最后可以勒索国民党 来图他的新北市长的大位嘛 这才是黄国昌 急着通过这个所谓反改革法案的 最终的目的嘛 刚才于将军有说 昨天整个青鸟行动 你去了好多次 你遇到了很多小草 除了高中生 甚至看到更年轻 年纪更轻的 刚近年说 小草是跑了啦 中间选民他对 他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应该这么讲 我们在军中管理营区 小草是无所不在 任何地方 你也不用去撒种 你只要一片土地 几天不管它 小草就冒出来 所以小草没有专属的颜色 他没有专属的颜色 只要那块地方有水有阳光 他就会长 而且长得很快 那所以昨天我到现场去 很多年轻的夫妻抱的这个小朋友 推着玩玩车 他第一件事跟我讲说 于将军我不是小草 那只要跟我讲说 我不是小草的人 就是我曾经是 现在不是 这样子 对对 不然他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 先对你做说明 我不是小草 我很年轻 我不是小草 高中生也是 我很年轻 我不是小草 我是针对这件事情来 就表示我曾经被骗过 其实在民主法治的路上 被这些政治金光党骗 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 你只能怪这个人演得太好 不能怪自己没有看清楚 因为我们都被骗过 我被骗的还不是 黄国昌这种人 我被骗的是百年大党 被黄国元骗 我被黄复兴骗 我被百年大党骗 百年大党告诉我 我们是牺牲团结负责 为了捍卫国家 绝对不退任何一步 最后他退了 不对 不是他退 他进了 他都要队外去跟人家吃饭打球了 我都会被骗 我们这年过半百的人都会被骗 你们年轻的这些好朋友 被骗一次 并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笨 没有 被骗过一次你就成长一次 政治就是这样 民主就是这样 被骗一次就是成长一次 你看得越清楚 哪些人表面上是打着民主的旗帜 打着公开透明的旗帜 打着反黑箱的旗帜 其实他内心就是要黑箱 要不透明 要不民主 要霸权 要未来的位置 这就是黄国昌啊 所以为什么昨天这么多人去 去骂他 去攻击他 就是他是打着反黑箱 自己就是大黑箱 所以大家会讨厌他嘛 然后我中午在上另外一个节目 就有国民党朋友就跟我讲说 没有 我们对黄国昌是一样非常厌恶 我说厌恶吗 真的吗 怎么感觉不出来 我说厌恶吗 我看不出你们的总招对他有厌恶 我看不出在会场里面 你们的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对他有厌恶 一点都不厌恶 他们还帮他挡了太阳花 挡花 对对对 有人要丢太阳花还把他挡起来 对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秘欢会去帮别的党的人挡花 对不对 除非那个秘欢想吃太阳花里面的葵花子 对他还要去抢那个花 但是据我所知秘欢是不吃素的 秘欢是吃肉 所以他去帮黄国昌挡花 这叫做对黄国昌并没有那么认同 我看是再认同也不过啦 你看到国民党什么时候看到黄国昌到后面来 然后说我在直播看一下镜头 他会跟他比叶 这不认同吗 那那什么剪刀手吗 还是螃蟹的夹子 不对嘛 就是为了为了仇恨 我只讲国民党现在是为了仇恨 他也知道 虽然国民党是国会最大党 可是告诉你多一席而已 他少不了白巴党 白巴席 他少不了白巴席 所以现在国民党这52席 内心对于白巴席的恐惧非常高 万一这白巴席转向呢 万一这白巴席不支持国民党呢 国民党没有过半 他一定要把这巴席拉 当然 文物的拉着 把这巴席奉为祖宗 奉为祖宗 所以你看这么大的国会扩权法 居然是由白巴席的这个总招 黄国昌跟国民党的一些助理在研究 我是立委 你是助理 到底听谁的 那助理敢说委员你不对 黄国昌是会咆哮的 而且国民党会让这一些委员的助理 去得罪他们的他们的太上皇吗 现在黄国昌这巴席 就是国民党的太上皇 他们多担心黄国昌这巴席会转向 黄国昌带的人不是没有转向过 黄国昌在初期在时代力量 当立委的时候 他是多么称赞 蔡英文总统的施政 到了后面发现没有给他什么 什么非常好的承诺 他就立刻转向开始骂 这就是黄国昌 黄国昌从支持国民党到不支持国民党 我告诉你他只有两年的时间 他会两年都卖给你国民党吗 当你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他很快就会变心 而且变心以后是整个巴席跑掉 那国民党你还是国会过半吗 我再次强调国民党 你没有过半多一席而已 真的只多一席而已 看清楚时事 不要被黄国昌这种可恶的人绑架 不过我讲也是白讲 因为国民党的仇恨值已经超过他的理智 川哥刚才郁将军说立法院当中 毕竟国民党人数多 其实很多昨天去参加青鸟运动的朋友都说 下星期应该都会过 不管是一二读三读都会过 但问题是以民主的程序来看 去参加的人 或者是看不下去这个所有的状况的人 就只能默默的接受吗 没有任何反制的行动吗 当然就是在通过之前 大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表达的力道 就大家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这几天下来 主办单位一直跟大家讲说 今天没有要冲 叫你冲的就是黄国冲 那528要不要冲 那528会不会冲呢 我告诉各位也不会冲 为什么 因为这些公民团体 就是要表达一个诉求 他们希望这个讨论的过程 被大家看见 那为什么这些讨论 都只能在政论节目上讨论 为什么 为什么立法院里头不能讨论 为什么每次一个法案 只能让民进党一个立委讲 一条一条只能让一个人讲 然后讲完之后 国民党就要求停止讨论 所以国民党 所以民进党要杯葛嘛 原因在这里 所以就是只能拖一直拖嘛 拖到礼拜二 那就一定会三毒 对啊你人数没有赢他 你只能拖那怎么办呢 对好 那如果这些法案都过了 对民进党来说 谁是厉害关系人 厉害关系人包括立法院党团 是厉害关系人 第二个是行政院是厉害关系人 这个总统也是厉害关系人 因为总统有涉及这个 要到立法院要不要急问急打 那这三个厉害关系人都可以要求申请释线 那申请释线 那就看最后大法官怎么决定 那这显然看起来按照现在所有的 学宪法的学者 大概看起来这些都有 都有违宪的疑虑 而且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违宪 比如说请总统到立法院进行急问急打 违宪 这当然违宪嘛 现法针究条文之后说总统得到立法院做国际报告 而且就说立法院邀请然后总统去报告 至于我报告完 我总统报告完立法委员要怎么问 那就是立法院的事 那立法委员问完 你要一百个人问 五十个人问 十个人问 你问完 最多 最多就是总统听完之后 总统说我要补充 就是说我要补充 最多是这样 总统不可能跟你在这个 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然后立委这样急问急打 这完全违反宪政的惯例 而且旁边还做了一个行政院的院长 如果这个总统把不是国防外交两岸的题目都打完了 农业的也打了 交通的也打了 敬老年金也要回 各式各样都要回 那如果总统答应了 那行政院长要不要照做 这个没有办法这样 那这个一定是违宪的 所以即使宪法现在规定 总统必须签署这些法律 那签署这些法律 我相信包括总统府 到最后一定会提出事件 而且提出事件 搞不好会在他签署之前就提 那事件会需要多久时间 那事件就看大法官的这一个开会 因为大法官总共有十五位 那其中有几位会在今年年底到期 那今年年底到期 显然国民党也不会让新的大法官上任 所以国会会一直乱下去 一直没有效率 国会接下来所有的行政院提的人 这个或者是总统府 包括考试委员 包括考试院的院长 这些在立法院 国民党跟黄国昌一定全部都不会让他过 那显然我们的考试院 就要回到当时阿扁当总统的时候 考试院跟监察院 基本上就是停摆 就是停摆 那国民党的这些立委 知不知道这些问题 当然知道 如果他心中有仇恨 他就没有差 没有差 可是如果他的心中有良知 我相信这两个礼拜下来 我们把这些法条讲给全国人民听完之后 这些立委也会接到电话 这些立委在地方跑通的时候 人家也会问他 老人会也会问他 什么会也会问他 他当然会跟大家说 说不啦 你如果没有违法 怎么会把你们叫去 会议不违法当然不会叫去 那是司法机关 法律检察官 没有违法当然不会叫你 现在立法律通过 是会叫你 我管理有违法没有违法 我只要成立调查小组 我认定 我认定 你跟我现在要查这个案子有关 我等一下调你来 我会调你来 那这不会成为政治报复的工具吗 不会成为经济上 包括公司跟公司的竞争吗 这个一定会 那选举的恩怨 都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黑到背景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现在有啊 他们也有在开公司啊 很多黑到背景都开公司啊 当这个公司被我们的检调联盯上了 检调联开始去跟监了 检调联开始去调这东西的资料的时候 立法委员会不会成立调查委员会 不可能啊 叫大家把所有检调联 你们现在所有查的资料 都给我交来给我看 这个调来的是我自己的公司 那你说不会啦 这个利害关系人 当事人怎么会 那我不会 我就叫余将军调就好了 我不要参加那个文 我就叫余将军 成立那个调查委员 专门调这些资料 以前这黑道的立委是地方 寄付地方的警察局 寄付地方的警察 寄付地方的警察 令港一度可能来台北的时候 欺负警政署呢 欺负检察官呢 你检察官在查我的公司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是立委呢 我有国会调查局 我是可以调你来的 我可以调你这个检察官来 不管是三权分立 五权分立 都有一条界线 不可以跨过去啦 那这件事情 国民党去由黄国昌这样拖 这国民党54个立委 这54个立委 你们没有人 有发现怪怪的吗 你们没有人发现说 要表决钱 我们都不知道条文 党中央这几天才给我们缩帖 我到底在辩护什么 我去跟地方都去问 我也搞不清楚啊 那二条其实我也看不过 因为我最近看得到啊 因为我关心的是教育文化 我关心的是我们地方的 什么水利建设 交通建设 我关心的是我们的 什么卫生福利 劳工的 你永远给我务这一筹 我提的法案 我国民党很多留意 也有提民生法案 你都不要给我信 都叫我退委程序委员会 然后呢 你们就通过一些奇奇怪怪的 国民党这五十四个 除了不文库伊瓜啦 我就直接点名谢一凤啦 谢一凤你不是要选彰化县长吗 谢一凤你跟彰化的相亲讲啊 你完转激奇啊 谢一凤你现在跟所有彰化相亲讲 你要双状化管定 你直接跟大家讲 你谢一凤完全支持 黄国昌提的版本的每一个字 如果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举手 为什么国民党这一次 不敢用记名表决 因为你刚才谢一凤 我没有啦 我没有全部支持啦 其实黄国昌那些也没什么好啦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这五十四个国民党的立委 你们投的票 都要对历史负责 因为 黄国昌已经讲了 因为是两个党的提案 两个党都要一起承担 现在就是因为国会扩选的关系 国民党跟民众党自舍恶果 包括国民党的反感度 民众党的反感度 都增加很多 我们稍微回来 以夹商锁定解放军空军主力 殲-16与轰-6 动态画面罕见曝光 此外包括天宫三 陆射箭二防空飞弹 凶风反舰飞弹 与雷霆2000多管火箭 灵活部署 构筑防卫量能 根据国防部统计 中国军演两天一共来了 111架次军机 46艘次军舰与7艘海警船 因为没有实弹射击 显得雷声大 雨点小 不过假讯息认知作战 倒是没停过 中方释出一段 五星旗与中央山脉平行的画面 貌似飞的横尽 但看看国军公布的路径图 接方军机只出现在 中线以东一点 惨被打脸 加上微博上各种铺天 盖地的宣传短片 专家直言 军演目的 使对内维稳大于 实质恫吓 除了对于内部 达到这种情绪的线线之外 对于台湾 也可以达到内部的 对台湾社会的分化 以及这种认知作战的效果 让这个对赖总统 他就职言说不满的 这些某些特定群众 借此借题发挥营造 像赖总统讲完 这个就职言说 台海就兵凶战危 把一切的这种责任 想要规则于赖总统 制造台湾内部的纷扰 用这种方式 其实成本极低 那只是一个宣传手法 想要来达到破坏 台湾社会内部团结的 这样子的效果 尽管军演 动和效果不高 但中国的威胁 依旧不容忽视 赖政府必须找出 应对之策 好 这两天中国的环台军演结束 但是大家看得出来 这上百载的军机 什么船舰 但是因为没有实弹 所以威胁并不如 2002年陪洛西到台湾 还有去年三四月的时候 第二次的环台军演 不过这个任制作战 完全没有少 在微博当中有很多的影片 还有很多台湾的艺人 被逼迫要表态 对 我们说文公武厚 好的台语就是用武厚 武厚你把你武厚 武厚都要背来背去 可能很多在看电视 搞不清楚这几天阿共有来军演 我们都没感受到 我们的军机的市场也没特别多 因为阿共有时不时就都来 这小小小小小小 他如果背起来 我们就要背起来 割掉我们的油资而已 所以你武厚 对台湾人来说 这就是国防部会去处理 国安会会去处理 可是他们这几天 弄了一件事情 这个台湾人就堵不住 就在五月二十四号 当立法院外面围着十万人的时候 五月天在中国宣布 我是中国人 五月天宣布我是中国人 好 当然 有人激期五月天 有人同情五月天 有人说音乐 不要跟政治扯在一起 政治不要介入音乐 就是因为这些关键 和这些艺人 都没有国家的关键 完全没有国家关键 没有国家关键 做人五月天会 那些流言 来乱 流言你最悲 流言最悲 有人说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是听他的音乐 不要把政治扯进来 然后有些人就说 那他要不要说 他是在北京说 他是台湾人 那他下次回来台湾 扮演唱会 他要不要 他同样站在台上说我是中国人 但是艺人被政治绑架是中国做的啊 对 我讲台湾有很多艺人在中国发展 对不对 有没有每一个人都表态 没有 中国有很多艺人 台湾人很喜欢啊 那台湾人喜欢中国艺人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中国艺人啊 可是五月天在台湾发展 各位知道五月天当时穿起来 你们不知道 五月天当时穿起来 五月天穿起来是因为 陈水扁在做台湾市政 那时候罗文贼去把五月天 他在师大附中 这几个小朋友 那时候小朋友 叫他去唱歌 那时候唱歌 唱歌有的是不用钱 因为他们只是要表演 表演 那台湾不用出来 你说五月天 现在做出这些行为 有人说是他们的公司啦 不要去怪阿信 不要去怪什么人 他就成功的 让台湾为了这个事情吵架 阿公就成功 让台湾为了这个事情 故意的 你说其他那几位 什么杨承宁 那几个 海湾媳妇 欧阳什么 那几个 那几个 本来就是中国艺人 那都不用再说了 他们早就都表态 大家阿公 如果要跟他们表态 他就表态嘛 当然五月天也不是第一岛 可是五月天 选在五月二十四号 台湾中国人的 一岛外面的时候 你宣布这个 你到底是什么意义 意思是说象征意义的 就有提供 所以这很重要 五月天在台湾的歌迷有多少 你怕我看五月天看两岛 唱片怎么唱 有人咬呢 你那边人怎么唱到就唱 那我们当然说觉得他的音乐很好 觉得这一群人很好 可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你也可以不表态啊 你也可以不讲话啊 那怎么办 五月天现在是没办法了 不是怎么会没办法嘛 有办法 不是啊 你怎么会没办法嘛 不然就一定要贪中国的钱嘛 不要贪家的钱 人家贪嘛 好啦 大家可以 我刚刚 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这就是要成功 给台湾来团 很简单 你问的问题 也是很多人在问的 那台湾就有人支持五月天 有人反对五月天 但是我只请问五月天一句话 你要不要在台湾的表演舞台上 开演唱会的时候 上台直接说我是中国人 他一定很想 他讲一下啊 不 台湾啊 台湾不能讲我是中国人 他说我是台湾人 为什么在台湾不能讲他是中国人 为什么 为什么啊 我们可以接受吧 不是啊 为什么 为什么在中国讲我是中国人 回到台湾你不能说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的政府不会要求 他在台上做这样的政治 对我们不要求啊 但他在中国这次的表达 是被要求的嘛 被逼迫嘛 知道吗 现在进一步的有新闻报道出来啊 是中国借由这一次的军演之外 他其实压迫了非常多的演艺人员 在做这件事情 有一些演艺人员就不愿意就范 像之前五月天 去年也在这个中国开演唱会啊 他就没有就范啊 去年没有 但今年就范原因是什么 中国进一步的威胁他们 如果你们不讲不表态的话 我要让你的经济公司开不下去 又是因为钱的关系 所以如果五月天 他有相关的公司 在中国开了经济公司 他的考量就不是 不一定就是只是自己 他还必须有那个公司 我不是帮五月天讲话 其实五月天昨天的表达 让我其实很伤心 你知道我今年 就像阿川刚刚讲的 我今年啊 他在高雄台中 各开了一次演唱会 我带了我的小孩 我两场各买的四张票去听 这什么支持 对因为我的小孩很喜欢 所以我今天 我昨天其实是非常伤心 也非常难过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民主国家的台湾 他不需要被政治 要求政治表态 可是他到中国去 却必须要做这一件事情 那我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刚刚讲到军援 中国央视因为要发布军援 他跟阿川才要说 我们知道什么军援 我们这礼拜哪知道什么军援 可是我告诉你 中国沿海的民众非常恐慌 他们的股票完全跌 为什么 因为央视一直贴 一直贴军援 我要对台湾军援 这个兵胸战危 怎么样 一直贴一直贴 一直贴 一方面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威胁台独死路一条 然后中国小粉红列表 要求台湾艺人表态 上面还被注视 没有转发的别来赚钱 接下来政府部门 各自去威胁这一些 这个演员 这些演艺人员的经纪公司说 如果你自己有在台 中国开经纪公司的 你自己不来就算了 你的经纪公司也直接 我就让他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中国做的事情 藉由这样子的方式来扰乱台 台湾 光一个五月天 你看我跟阿川 我们两个可能私底下 想这件事情 讲到忘记 可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失望 我们伤心 可是中国目的是不是达到了 他达到了 他让我彻底跟阿川 就会因为这件事情翻脸生气 不不要吧 学长姐 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看五月天有多少的 你可能要忘记哦 不是啊 这个就是说 你在五月天 包括这个阿信的 这一个留言 影书的下面的留言 就吵成一团 就吵成一团 好朋友也吵了 那吵成一团 当然有人说 我刚刚讲 有人说政治不要介入音乐 可是音乐为什么要介入政治啊 就大家就会讨论这件事情嘛 那以后五月天回到台湾开演唱会 大家就看着他们 就在想说 哎呦你怎么这样 台湾就透过这种事情 一个一个就被分裂 政治不要干涉音乐烧回来 刚才广告的时候 来宾讲了很多个艺人的名字 讲五月天 讲蔡依林 讲张军宁 然后讲 其实五月天 去年其实一直就已经有状况 这几天终于还是被压下去了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中国在要突然间说 7点45分要军演 23号嘛 说要军演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跳出来 我说我做过大规模的演习计划 计划的这个计划官 一个大规模的演习 不可能昨天授命 今天开始 那会造成什么 你知道会造成误疾 误伤 还有很多插状事件 第一个 你看东南沿海要演习 中国东南沿海的机场 有没有限航 没有啊 还在飞啊 你要做这么大规模的演习 它那些一些落弹区啊 所谓的这个加强战备警型区 划出来 中国大陆沿海几个港口 有没有禁止出港 没有 我告诉你 我在九六台海危机 我在马祖 北干 当时他宣布要演习的时候 要打飞弹的时候 我们对岸 我们都有用观测所 平时都在观测 有多少中国的渔船进出 我告诉你 演习前一个礼拜 没有一艘渔船进出 全部做进港管制 那就是真的要演习了 那这次演习 他们一说七点四度演习 我马上就掉航机图 掉出来 都在跑啊 飞机都在飞啊 用喊的其实假的 是借口 对 都在跑都在飞啊 你马上要做大规模的演习 怎么会飞机的机场 客机还在起降 是动吓而已 对 然后所有的机场 飞日本的 飞韩国的 甚至飞美国的 长城的中城的 他都没有断啊 都在飞啊 这个动吓不仅动吓台湾 连自己本中国里面的人也动吓 吓到了中国 他刚刚说这个央视一直不断发消息 不是啊 大家都吓到了 吓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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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要吓台湾 可是吓到了也中国 对 因为中国像我这种会去 实事求是的人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资讯是公开的 我要去查航机图 要查航班起降图 我都看得到 可是中国没有办法 他是封闭的 所以说他一看到央视的公告 他完了 我的渔业怎么办 我的船运业 航运业怎么办 我的这个各种的工作 还有各种的生意怎么做 所以反而是害到了中国的 四五千家股票公司都跌嘛 因为两天公司的生意不要做了 后面还要演习多久 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资讯 我们有 那可是中国要怎么办呢 他就用一种方式 并不是每个人像我都会去查中国的飞机起降 航运进出港记录 他就找了台湾一些所谓在地的军事专家 亲共的军事专家 开始大幅的吹捧 这一次中国的演习有多强 这不是封港 这个是什么 困台演习 用吹捧造成恐慌 这个一讲 我想我很少去打自己曾经的同事的脸 看这次我一定要打 为什么 如果不出来证实这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话 他会吓到很多人 所以我第一次就出来说 大家去看看航机图 看看航运管制 进出港管制 没有停来的演习 一天完成演习 中国会自己会误急误撞 造成很多演习的损失 后来两天过后 各位现在只有一张模拟 电脑模拟合成劣职的战争 电动玩具的手机图来骗大家 所以大家要甚失明辩 实事求是 不要被那些在地的协力者 去带风向去害怕 因为心里乱脚步就乱 大家稳住正脚 中国的一些方式 只害到了自己的人 所以中国的很多方式 害到自己人 导致经济崩盘 千万要被吓到了 烧毁来 因为中国的打压 很多艺人被破选 边这样来看到今天 包括像蔡依林五月天 原来阿妹当时被打压 易善兄你是关键人物 破手 破手 王一川刚刚讲的很对 中共透过各种的方式 在列解我们的团结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要有共识 我们要批判的不是强 我们要批判的是 强迫你说什么的政权 就是中共的政权 我们要批判 而不是去批判 被强迫的 说什么话的那个人 我要讲我个人过去的例子 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 全台湾全世界都很开心 也很关注 张慧妹上台 唱了中华民国国歌领唱 结果害了张慧妹 十年内没办法去中国发展 这个就是中共的政权嘛 中共政权所有的文化表演艺术电影 都必须在这个政权的领导下 必须符合这个政权的要求 你才能够去做这个演出嘛 问题在这个邪恶的政权 而不是这些艺人嘛 五月天已经撑很久了 去年选举不要忘记有一个文件 陆委会说 中共透过各种的方式 要压迫台湾艺人表态嘛 五月天有撑住哦 因为撑住才被所谓的中共提出 所谓的假唱事件 而这个假唱事件 在过前阵子才被解裂 解裂完之后 他们今天被迫的 必须讲出我们是中国人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 而且你们今天讲 五月天如果是一个人就算了 五月天的整个的音乐市场 华人音乐市场 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集团 一个公司 他已经不能只是考虑 他个人的所谓的 他们思想问题而已 而是必须考虑到 这整家公司的发展 这整家公司员工的生计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 因为这样子 不再听五月天的歌 我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 去批判五月天是不是便捷了 因为这个是中共邪恶政权的 要求底下 他们必须这么讲 没错 我觉得五月天这件事情 我看到我自己是觉得 比较偏向同情 为什么 因为讲真的 大家都知道 他们一定是被迫表态的嘛 在去年的时候 本来那个时候就讲说 他们疑似假唱 这一些 然后昨天 这个阿仙他在台上 看起来他是要刻意被置入 这件事情 他讲说什么 来北京就一定要吃烤鸭 就是我们中国人就一定会做的事 然后还要特别讲一下中国人 然后还要稍微检设一下 那看起来确实是 我觉得好像是 是有压力得要做这件事情 那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为什么中共在这个时间点要逼迫这些艺人 因为不是只有五月天而有这几天陆续很多艺人都得要做了一个表格 对然后哪些人有表态 还被点名 对不对 他做这个表格的目的是什么 他做这个表格就是如果没有表态的大家就是出征他们嘛 就是抵制他们嘛 那讲实在这些艺人讲 真的他们不一定有特定的政党倾向 那对他们来说讲很现实 他们可能就只是需要生活需要生计想要赚钱 就这样子 那讲说那这些钱他要不要赚 对他来说他可能觉得说 这比较不是问题 那但是因为这样子在政治上面得要被迫被表态 我们可以知道五月天可能已经撑了很久 撑了很久 但是可能也撑不住了 那问题是我们就要因为这样子就去讨厌五月天嘛 我们是不是反而因为这样子中了中共的计划 他们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希望分化跟劣解台湾人嘛 因为他这样子一讲 拜托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五名 就像刚才苏培议员讲的 我去看了一下他们自己的板上 真的是在争论 就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好啊那你要讲说你是中国人 那我就敌死不从 即便我过去再爱你什么什么 我就绝对不会再听你的音乐 你要赚这个我就跟你这个 转不高水不老 就这样子 有一派是这样说吧 但有另外一派就觉得说 我们不应该怪到他们身上 我们支持他们难道是因为政治倾向 这种政党倾向等等这些 或者是说因为这个什么国家认同 或者是种族认同 民族认同 看起来并不是嘛 所以有一派的实在认为说 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 就中了他们的 我们不应该因此被台湾被分化 对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分化 我们制造我们的对立 那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继续吵下去 我们是不是就被他们分化成功 甚至说回到台湾之后 会不会以后那台湾人 那就抵制 听他们的音乐会等等那这些 这样我们不是把他们越推越远吗 不是越推 我可以学周杰伦啊 周杰伦现在很聪明 周杰伦就说我现在休假去了 不要来乘我这样子 他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 看眼镜会赚钱 不一定 他已经在这个表上面 这个表